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三 又是一个周结算的日子 今天的结算很简单看 目前的预估量是在1100多亿 最终在1100多亿到1299亿中间 这一段预估量如果能够实现的话 相对的今天的结算价在10750到10850中间百当 那如果量少于1100亿呢 那今天恐怕要往下 也就是10700点到10800点中间 来来回回上上下下 如果今天在盘中充量过了1300亿的预估量的话 相对的会来到18000点之上 甚至来到19000点 就是这样 所以说有没有量就是目前盘整盘 能够突破或跌破的最重要关去 而现在呢 美股因为连日创高 所以说呢在这里摩台呢 所谓这些赢家 反而呢很轻松的看待 也就是呢本来如果飘盘的话呢 难免呢盘要先往下压再往上拉 可是呢既然美股天天天天过高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外资连买都不买呢 盘市还是想不去 可重点外资不买 所以上不去 所以说很自然的呢 一路拖到礼拜五 这个赢家就赢了 也就是呢从10300点摩台做多以来呢 可以在10800点附近大获全升 而且呢后面的成本呢不用再付出了 本来要付出的 可是因为美股太强 所以说不用付出 了解吗 所以说呢现在呢 指数如果还是没有量能 那还可以在高涨做结算 那如果有量的话相对的 还可以再拉高一点点 可是呢对外资这个赢家来讲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所以说呢今天的股市呢 其实呢最重要的依据 我们要看个股 也就是呢 个股 耗顶 这档股票呢 昨天才转强 而昨天转强呢 有其意义 也就是呢 生计股 自从去年8000点 一路到现在以来 都是相当的惨烈 你有没有看到 去年8月 就在这个位置 去年8月 那我问你 去年8月是什么 大阪指数呢 是什么位阶 去年8月 也不是有去年8月 应该讲去年 去年5月 去年5月 大盘在8000点 那么低档位阶 8000点 8000点 现在多少点了 10798点 涨了多少 涨了2000块800点 2800点哦 大盘涨2800点哦 每天涨哦 生计股怎样 你有没有看到 浩顶 拉涨停整个生计股才有开展的空间 因为毕竟呢 号鼎过去是生计股的股王 有没有 一张股票750块 而现在呢 只有150块 这两天往上谈 如果有一个像一样的反弹 如果生计股是未来短时间的主流的话 今天号鼎必须涨停吧 那其他呢 能够跟上的 终于 也要过昨天的高点 甚至呢 也要半只涨停以上 如果这两档股票呢 能够连昧的往上涨往上攻 我说呢 整个生计族群很自然的 他就会往上走 往上攻 就看这两档指标股就好了 之后呢 未来短线呢 如果还是没有价 还没有量的话 号鼎跟终于 如果肯天天涨的话 那一定要买生计 那至于买那一档生计呢 其实我在赖水里面 早就送给大家了 我最看好的是AI的生计 而这档股票呢 昨天有些微的保险 今天呢 依然期待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当试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